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媽咪 我親節就要到了 那這次呢 我想送你比較特別的禮物 就是一個影片 首先我想說我非常幸福 有一個這麼漂亮的媽媽 還有在這個影片呢 我就會解釋為什麼 你是我最漂亮最好的媽媽 我媽媽對我做過最感動的事 其實只有幾多 好像在我小學的時候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非常差的學生 我小時候真的很差 我媽媽呢 通常都會抽點時間 跟我一起混集功課 背針發表類似這樣的東西 用著藤條來背 所以甚至不會哭 但是我到現在都會記住 雖然是有點慘 但是到現在我 陳發表前輩都很好 那 除了那樣之外呢 我本身的話語 沒有那麼好 那他呢 我還記得他以前 會有拿著一個小小的網名 就是他會錄下他的聲音 錄下他所讀的東西 之後就給我聽 給了我聽 他就叫我跟著的聲音去讀 那 很細心 一個媽媽來講 就是 幫一個兒子做功課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管不及做功課 他都會幫我做 其實都很好 已經算是很好 沒有記得媽媽可以這樣做 然後到我房二的時候 我的成績就慢慢的 就越來越好 我最記得的是 我們一起去拿成績彈的時候 先生就跟我媽媽說 我拿到第一名 那當時我真的 真的非常開心 很驚喜 因為通常 我不是一個每次拿第一名 第二名 或者是第五名 其實我沒有名字拿的 但是這次我拿到第一名 那他也非常開心 他就在大家面前 然後就疼了我一口 說我 嘩 很驚喜 那一刻 我覺得非常之開心 因為我知道 就是 媽媽開心 我也開心 在我 SBM 之前 即是去考試之前 他有答應過我 如果我拿到 8顆A的話 我就可以 拿一個iPhone 4 其實我是 沒有想過我會拿到8顆A的 其實 之前我每次都是 最多的是拿5顆A 但是 今次 我真的在SBM的時候 拿到8顆A 他是我一種 推動的 他真的送了一顆iPhone 4給我 那時候 我真的傻了 那 我很開心 我NX的時候 我的眼鏡就壞了 那 我看東西會有點 運妥妥 因為 他有點尾了 但是 那時候 我沒有馬上跟媽媽說 反正 我忍得住 我就打算 一個星期後再跟他說 但是 到最後 我都會 我通電話跟他說 就是 我的眼鏡壞了 但是沒有想到 他是 通知過後 過一天 他就會立即 找一幅新的味道 再加上 我駕駛 駕駛 駕駛 半粒到一小時 的車程 從關燈到 場間 駕駛 駕駛 為了給我一副 新的眼鏡 那時候我真的 很開心 真的沒有想到 我爸媽 會 這麼偉大 為了這副眼鏡 就是 有點 不舒服 但是 為了這個不舒服 他們可以 這樣付出 好感動 那時候 到的時候 其實 真的 很幸福 又這麼好 爸爸媽媽 我最喜歡我媽媽的 你爺 我媽媽 總是 非常 補兵的人 很開通 所以 我差不多 都會跟她說 什麼都可以分享 好像跟朋友一樣 那這樣 我覺得 這個關係 非常健康 又好 好了 說完了 那我就祝你 Happy Mother's Day I love you very much 祝你 年年得這麼美 我年年得 祝你年年得這麼美 那 希望你會喜歡 這個影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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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